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熟悉的佛陀世界 今天呢帶著R45來到這邊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艾瑞斯的RC Super 2全取代電腦 跟他的QSS快拍 我的一個完整的使用心得感想 之所以會選擇這邊呢 第一個就是這條山路啊 非常適合小檔車來做一個行駛跟運動化騎乘 那再來一個點就是 在幾年前呢 我有騎乘過一台改了艾瑞斯全取代電腦的小白路 來到這邊同樣做一個上下山的體驗 今天在這個時空環境之下呢 一樣是他的競爭對手 一樣改上了全取代電腦 我將騎著我們的R45呢 來這邊體驗一下 到底改上艾瑞斯全取代電腦之後 這個SOHG引擎呢 會不會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還有就是改了全取代電腦之後呢 到底有哪些的差別 那其實這台車呢 在前陣子啊 我們已經有騎去極限賽車場去練車過了 他在改上全取代電腦之後啊 有一些反應其實是讓我們蠻壓抑 而且還蠻驚喜的 那現在我們話不多說 先上車 然後再來慢慢聊吧 首先這台R45呢 在改上全取代電腦之後 第一個讓我們感到驚訝的反應就是 發動了 在發動之後 他的代速轉速啊 直接從原廠的1000多轉 拉升到2000轉左右 那這個呢 已經是熱車的轉速了 如果說你是冷車轉速的話 他的轉速可能還會落在 2200到2500的這個區間 徘徊 就賣給我們這一組 RC Super 2電腦的車主來講呢 他說他只有把電腦做一個 解線轉的編程 但是在實際安裝上車之後啊 我們才發現 不只解線轉了 整個轉速跟扭力的這個輸出啊 他的反應啊 都跟原廠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那他的整個引擎的調性 跟他整個輸出的脾氣上面來講 也跟原廠的車輛有一些些的差異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實際上路 來體驗這些不同的地方 並且跟大家分享吧 那首先呢 我們現在講一下爬坡的反應上面來講 好了 這輛車在改上全取代電腦之後啊 因為他的整個轉速限制解除 並且呢動力有做一個優化提升 所以第一個 他的拉轉的反應非常的快速 再來一個就是 他的動力的爆發是變得非常的充沛 那在這邊跟大家聲明一下 我們這台車因為有改持比的關係 所以他的時速表是快樂表 大家不用太認真 那現在呢我就馬上來起步 並且呢拉一次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他的整個轉速的表現 跟我整個換檔的感受上面 他的整個順暢度 還有他引擎的整個爆發力 好我們現在出發吧 好補油 進檔 整個車子的動力啊 變得非常的順暢 退檔 補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轉速直接拉上一萬兩千轉 那如果是原廠的R15呢 剛剛這個出彎啊 他可能就會陷入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就是他的轉速即將斷油 但是他的氣 又還沒完全的眼神 就是他的氣不夠 那 改上全取代電腦之後呢 這樣的問題啊 在山路上面就會變得比較輕微 因為他的轉速率更長了 收油 退檔 補油 進檔 整個跑起來呢 車輛的這個動力啊 更加的豐沛 而且呢 他的油門的反應啊 更加的滑順 向這邊退檔 進彎 帶點油 好出去馬上補 轉速很快就拉上去了 搭配上快排之後呢 他的整個換檔的反應啊 也非常的快速 好的 那我在經過剛剛的三道騎乘呢 大家就可以發現啊 這輛R15在經過艾瑞斯全取代電腦的改裝 還有快排的加持之後呢 在整個上坡路段的整個衝進啊 跟他動力的銜接反應 是比原廠的R15好上非常多的 而且呢 在出彎跟下個彎之間 他的整個延伸度啊 又變得更好 所以說 你騎原廠R15 可能有些山路 你會面臨著進三檔 然後退二檔 這樣的一個迷糊的選擇啊 在改過電腦之後 你的轉速的彈性更高之後呢 這樣的一個問題 也可以獲得一個改善 而且呢 如果說你是比較熱血騎乘 校門會下場跑的話呢 你的整個節奏感啊 也會變得比較快一點點 因為他的整個全段的油門線性度 跟他的整個油門的反應 都變得更好了 所以說 會被迫啊 讓你的這個駕駛者的感官體驗 會加快速度 然後讓這台車騎起來更加的熱血 那麼這台車呢 在改過全取代電腦之後 跟小阿魯的那一顆引擎 改過全取代電腦之後 有沒有差別呢 有 差別非常的大 如果說小阿魯的引擎啊 它的體質是100分的話 R45的這顆拖拉器引擎 可能就只有70分 最多最多就是 100分跟80分的差別 也就是說 在引擎的體質上 還是有一個根本的差異 那這也導致呢 R45在改裝上 艾瑞斯的全取代電腦之後 它的動力的提升反應啊 跟小阿魯的原廠跟電腦相比呢 是有一個差異在的 如果說小阿魯原廠的引擎 改過艾瑞斯全取代電腦 可以增加大概20%左右的話呢 R45可能就只有10%左右 那關於這個問題啊 其實我也有去問何昌紀元 就是關於R45電腦的編寫這個問題 他們給我的建議呢 是說如果說你真的要改電腦 並且釋放R45這顆引擎 它完整的性能的話呢 建議近排器還有節流閥加大 跟高突輪軸 這些都是不可以少的改裝項目 這些東西都改好之後呢 你再把電腦做一個完整的編寫 那再加上空欄筆跡 這樣子呢 才可以讓這台R45的動力啊 有著飛躍性的提升 或是一個你非常滿意的提升 那除此之外呢 現在的這個電腦的改裝呢 跟持筆的改裝 還有我的近排器改裝 都只是讓這台R45 在原有的動力架構上面 更加的好奇 而且呢有一些微幅的進步 所以說你真的要追尋一個 比較滿意的動力表現啊 其實你可能要去選小魯 或是說你可能要把R15 真的就是大改特改 近排器 節流閥還有高突輪軸 電腦全部都改下去之後 你的R15呢 才可以擁有一個比較好的動力反應 那以目前這台R15的動力水平來講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跟原廠小魯差不多 或是比原廠小魯好那麼一點點 它跟改裝的小魯相比呢 它的整個動力的反應啊 尤其是高轉速的這個拉伸反應 我覺得還是有差的 那當時啊 我騎一程就是改電腦的小阿魯 那台精改小白魯的時候 它的整個中後段的延伸感啊 爆炸性是更強的 它的整個轉速一氣呵成拉上去 跟它的四五六三個檔位 它的後速末段速度的延伸呢 我覺得都比這台R15 改上艾瑞斯全取代之後的反應 還要來的好 那這台R15呢 改上艾瑞斯全取代電腦之後 我覺得對於我們最大的幫助 就是它整個油門的曲線 線性度 還有就是你的轉速可以用的範圍 又更大了 那搭配上這台R15的 齒比加大改裝呢 還有它的整個進排氣改裝 整體的騎乘起來 它的整個調性上面 就會比原本的那一顆 死氣層層的拖拉機引擎 好上非常非常的多 至少騎起來呢 你會感覺車子 是有點虎虎身風的感覺了 不會再像以前原廠車這樣子 有拖拉機在拖著跑 車子明明很帥 但是引擎很繞賽的這樣的一個感受 好那以上呢 就是R15改艾瑞斯全取代電腦 還有快排的一個心得囉 在這邊呢 也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說你真的想要改這些東西的話 務必先好好衡量一下你自己的經濟能力 第二個就是 好好思考一下 東西買了之後 你要找誰去幫你做編寫 不同店家有他們不同的思維邏輯 那不同的編寫方式也會造就不同的結果 嚴重的話 可能整台車的引擎就這樣炸了 那如果輕微的話呢 可能就是車子一樣不會跑而已 以我們這台車來講呢 在我詢問過合昌技研之後 他們給我的建議就是 先不要再做進一步的動力的編寫跟改裝 以目前的狀態繼續騎乘 然後呢 先把我們的技術秒數都給練起來練好之後呢 如果真的還是不夠用 再來考慮下一步 不然以目前我們R15的狀態來講 真的已經是非常好騎了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影片囉 我們下次見謝謝大家拜拜